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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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粉丝真的很烈情 他很感激大家的支持 于多田光在台上的表演真的无可挑剔 她的歌声依然这么动人 她的舞台魅力也都一如既往这么厉害 她的每一首歌都引起了全场的功名 大家都沉醉在她的音乐世界里面 这个演唱会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不单只是对于多田光 还是对所有的粉丝来讲 当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场外中有樱花表演 为这个难忘的夜晚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粉丝们都依依不舍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夜晚将会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面 余多田光的音乐 将会继续陪伴着大家 成为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 今晚 余多田光真的创造了历史 她的音乐将会永远留存下去 灯光慢慢暗下来 整个场馆的观众都开爆 然后 舞台上出现一道追光灯 余多田光就这样出现在大家面前 她装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真是很美 观众们即刻尖叫 欢呼声真是真如若能 但是仲没人的 她就用广东话同大家打交付 抬得出她真是有练脚过 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举动 但她就抬得出 她对香港粉丝的尊重 和想来跟同大家却了一个生意 当她一出现 整个场馆都被她的黑场所震撼 她的白色服装还灯光下三省发光 仿佛一个天使教能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自信和优雅 令观众们目不转睛 她的笑容好温暖 令大家感受到她的真切和友善 观众们手持各种标语和玩忽 上面写满着对她的爱和支持 有的粉丝甚至感动得流泪 因为她的终于见到着自己的偶像 结合 整个场馆充满着爱和感动 虞多天光用广东话同大家打交付 她话大家好 我叫虞多天光 好开心可以在香港见到大家 这一句简单的问候 令全场观众都感受到她的诚意和心意 她的广东话虽然不是很流利 但是每一个字都充满着她对粉丝的尊重和爱 观众们为她的努力的鼓掌 欢呼声一朗接一朗 这一刻大家都被她的真神所感动 整个场馆都充满着欢乐和感动的气氛 当她开始唱歌 她的声音穿透力十足 令全场观众都沉在其中 她的每一首歌都充满着情感 令大家都感受到她的音乐魅力 她的表演真是无可挑剔 令大家都觉得不虚此行 粉丝们等着她一起唱 她的声音和虞多天光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美妙的核心 这一刻大家都觉得自己和她一体 整个场馆都充满着音乐的力量 这一场演唱会真的令人难忘 整个场馆都被音乐和爱所包围 虞多天光用她的音乐和真神 令大家都感受到了一份特别的怜悦 这一晚大家都会永远记住 今晚的演唱会就好像带领大家 踏上虞多天光的音乐旅程 今由她一开后唱歌开始 你就可以感受到 她在每一粒音符里面注入的情感 她一开场就唱着她的经典歌曲 Automatic 真是令到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好像翻了去九十年代一样 当她唱出第一句歌词 观众们都忍不住一切唱 场内气氛即刻变得好烈烈 她的声音依然这么清澈动人 令人回忆起她初出道士的光辉岁月 之后她就唱了Time Will Tell 她的歌声真的好powerful high note为完全无难度 观众们都听得好热闪 跟着她一起唱 她还唱了一些她的新歌 真的好听 当她唱到First Love的时候 全场都静了下来 大家都被她的歌声深深吸引住 她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 令人感受到她对音乐的热爱 和对歌美的真诚 她还分享了她创作这些歌曲的灵感 和背后的故事 令到大家对她的音乐 有根深的了解 她的演唱会 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令到每一个人 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和她的魅力 她的歌声真的有一种魔力 可以令到人忘记烦怒 沉醉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她的每一首歌 都好像一个故事 带领大家 进入她的音乐世界 她的演唱会 真是一个思觉 和听觉的享受 令到每一个人 都感受到她的音乐的热爱 和她的热爱 她的演唱会 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令到每一个人 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和她的魅力 她的歌声 真是有一种魔力 可以令到人忘记烦怒 沉醉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她的每一首歌 都好像一个故事 带领大家 进入她的音乐世界 她的演唱会 真是一个思作 和听觉的享受 令到每一个人 都感受到 她的音乐说话 和她的热情 你们知不知道 音乐是可以跨越 预形的阶线的 今晚《雨多天光》 就证明了这一点 她在演唱会里面 不时都会用广东话 和大家讲话 例如 你们好正啊 多谢香港 等等 每次她一讲广东话 台下的观众 就会很兴奋 她真是很用心 去学广东话 真是很感动 第五部分 香港回忆 分享个人趣事 在唱歌的时候 《雨多天光》 还花时间 和观众分享 她自己的一些小故事 她讲了 她之前来香港的经历 吃过什么好野 去过哪些美景 她还分享了一个 在香港迷路的趣事 令到全场观众 都笑了出来 这些小故事真是拉近了 她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就好像朋友 一样分享自己的经历 第六部分 First Love 灯鞋与歌声 来到今晚 最令人期待的环节 就是当First Love 的旋律香气的时候 整个场馆的气氛都不同了 成千上万部 手机的灯光亮气 形成一篇 好美的灯鞋 真的好感动 全场观众都跟着一切唱 大家的歌声 融合在一起 真的好听 《雨多天光》后 头热地唱 你可以感受到 她将她的所有情感 都放在这首歌里面 第七部分 真情泡白 感谢陆契发 去到演唱会的美声 《雨多天光》 特别感谢她的歌美 她回顾着自己 作为一个歌手的生路历程 当中的歌队弃跌 以为歌美一直以来 对她的支持 她说 是歌美的爱和支持 才使得她可以 一直坚持创作音乐 她的书画好真神 好感动 你可以感受到 她是发自内心 这么说的 第八部分 《雨夜全期》 《雨多天光》的持久影响 《雨多天光》 是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 不单只一场音乐成演 更加是证明了音乐 可以将不同人 连结一起的力量 她愿意拥抱新的文化 用心和歌美交流 这一点真是令到 《雨夜全》的每一个人都很难忘 这个《雨夜全》是属于《雨多天光》的 也都是属于她的歌迷的 地酒部分 《雨夜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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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夜全球影响》的影响力 绝对不止在音乐方面 它是一个温化指标,一个秋流因灵者,更加是很多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的榜样。 它的音乐启发了很多人,而它的故事就是一个证明,只有你很努力追梦,梦想就会成真的最佳列子。 它打破了很多障碍,证明了音乐真的是一种全球共同的语言。 第十部分,共同时刻,音乐的团结力量。 在这个充满分歧的世界,余多廷光的香港演唱会就好像提醒着我们, 其实都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将我们连结在一起的。 音乐就是有这种力量,可以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追在一起, 创造共同的回忆。 在这个美好的晚上,余多廷光和他的歌迷一起创造了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